智慧来自愿力和心量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很多人对于佛法保持神秘 比如说佛陀为什么这么有智慧 是正辨知 天上天下莫有佛不知道的 甚至佛 都知道婴儿在母亲肚子里成长时 每个时间段的状态 那佛陀是如何达到呢 再比如 很多高僧大德 也智慧如海 是如何达到呢 佛也是人成的 彼是丈夫我义儿 我为什么会莫有佛的智慧 有的人说 听说拜佛可以开发智慧 也去拜 但似乎也莫有开发多少 这是不是拜佛不灵 假设 给你智慧 你去干什么 去做生意 炒房地产 所以说 要有愿力 你有这个弘扬佛法的愿力 佛菩萨自然会慢慢赐给你智慧 以前我有个师兄 不会背诵八十八佛 师父做晚课时 他要帮忙敲目语 于是就跟菩萨说 我要帮忙师父 请菩萨加持我背诵八十八佛 结果三天后就背下来了 这就是他有愿力 有帮助众生的愿力在 当一个人发愿去做三宝事情 弘扬佛法时 慢慢的菩萨会加持他智慧和变才 他有这个愿力 得到智慧 是很容易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愿力 只想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好了 这个心量莫有大开 自私心重 自私心入不了道瓦 那怎么能得到佛的加持 佛是正便知 要得到佛的智慧 就要有利益众生的愿力 同时在做的过程中 业障慢慢消除 智慧渐渐开发 那很多东西就很明朗了 这也是佛菩萨力量不可思议 但要把心量打开 佛心包太虚 亮周沙界 我们有莫有这个心量 有积分心量 就能开发积分智慧 相信吗 有些企业家 如果为了自己 事业也做不大 当时当他发起 为了更多人的家庭 事业都能圆满时 他的心量就扩大 慢慢的 就能接受法界的正能量 事业也能越做越大 这时他做事情的念头 不是为自己赚钱 而是为了更好利益别人 这时企业才能做大 莫有这个心量 世俗上的企业都无法做大 更何况是要得到出世俗的利益 跳出六道轮回的利益 很多人说 莫有智慧 是因为莫有心量 莫有愿力 没有救把苦难众生的愿力 底藏菩萨为什么神力不可思议 慈悲不可思议 智慧不可思议 辩才不可思议 就是地藏菩萨有这个愿力 有救把苦难众生的愿力 那十方诸佛都来护持 加持他 自然成就 我们有这个心量和愿力 加上努力的行动 忏悔业障 智慧自然就开发 智慧和小聪明不一样 小聪明是世俗人的分别念 念念为自己好 都是小聪明 念念为他人好 才是大智慧 大智慧 对 大智慧 对 大智慧 大智慧 对 对 感谢观看